肾脏是男人生命动力的源泉,如果肾脏出现异常的话,必然会影响到男性方面的功能。 所以说男性在生活中一般非常看重肾脏,其实想要知道自己的身上好不好看,可以通过一些小方法来自测一下,而尿液就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尿液可以反映出肾脏功能的一个外化表现,所以说男性不妨通过此观察自己的尿液,来知道自己的肾脏健康状况。 男人晨起后,第一泡尿若是这个颜色,恭喜你,肾脏保养得不错其实尿液的正常颜色应该是淡黄色或者是无色透明的,所以说男性如果发现自己的尿液颜色加深,也可能是男人的肾脏功能受到了损坏,使得血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从而产生这种情况。 因此,如果说尿液的颜色比较正常的话,那么说明你的肾功能还是挺不错的。 如果身体这两方面能够达标的话,说明你的肾脏还是不错的。 一、尿尿有力当然现在尿尿的时候感觉十分的有力,而且不会出现分叉或尿不进的情况,那么说明肾脏功能还是不错的。 如果感觉自己经常有尿不进的情况,说明前列腺可能出现了问题,也就侧面反映出肾脏功能不太好。 此时,应该多加注意,及时调整自己的肾脏健康。 二、尿液当中有泡沫我们都知道,正常的尿液应该是比较淡颜色的,而且也没有沉淀物或者是泡沫,并且没有异威尔。 当男性发现自己的尿液当中有泡沫,遮痕,有可能是肾脏功能出现了问题,导致蛋白质进入尿液中,使得尿液中的泡沫长久无法散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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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